姐姐 皇后娘娘 孩子呢 抱给我看看 海岚 姐姐 十三阿哥和你元宝 先一步走了 海岚 你说得这么急 皇后娘娘难受得住啊 姐姐迟早要知道的 是难产 姐姐太胃不撑 十三阿哥的产生多了太久 所以孩子没保住 孩子呢 抱来好尴尬 皇后娘娘 为了免您伤心 皇上已经吩咐 把十三阿哥送出去了 请您尽爱吧 不见也好 皇后娘娘 当初臣妾就是因为看到了六公主去了 那种心痛不如不见 已经送出去了 好 今天前 不是说这胎是祥瑞之胎吗 怎么高丽落地 面都没见 就没了 今天见见吧 一会儿说皇后娘娘这胎是祥瑞之胎 一会儿又说是您自己害了自己的孩子 他们的话根本 皇后娘娘 嬴妃她是伤心过度 话都说糊涂了 姐姐 钦天剑说的都是混话 皇上已经将钦天剑剑证给割职了 姐姐不必理会 皇上 皇上还替十三阿哥 取名为永锦 追赠道任皇子 随葬都会太子原亲 皇上呢 皇上已经上朝去了 说晚点来看姐姐 永 永锦 姐姐 姐姐 随 friendship 好意思 老师 四十八 十八 五十八 五十四 六十八 主 知道这回你倒霉 这里是一些银票 你带着出宫用吧 前程都没了 一点银票有什么用啊 不要也行 那主的心意我便收下了 谁说不要了 好好数数清楚 这里到底是有多少银票 你不想要不要 我还能不想要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我还没想要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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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 这事按时不计的汤药 请尽快服下吧 张云禀 本宫有运七月有余 你日日为本宫枕脉 孩子不都是好好的吗 娘娘有运时还算安稳 但生产之时 微臣虽然参与 但只能在外面候着 不能靠近 只是听里面的姥姥们说 您胎胃不正 给您推了一夜的肚子 才让小阿哥降生 田姥姥一直说 娘娘胎胃不正 帮娘娘推辅 已有月余仍未推正 生产时更是推了一夜 娘娘疼痛万分 直到龙胎不动了 才生了下来 娘娘 奴婢觉得此事蹊跷 可颓服这事除了田姥姥 没有人懂 去回禀皇上 辽查这四位姐生姥姥 以为其实田姥姥 是 皇上 朕写给永景的记文 放在桌子上 你送去安华殿焚化了吧 是 那皇后娘能提出 查究接生姥姥之事 皇后 要是想查那些 接生姥姥也可 只要她心里 能烧家安慰就行 是 皇上 还有一事 秦天剑坚正被割职 畏罪服毒了 死了吗 被发现时 身子都凉了 她是该死 皇上 您是信了 惊天剑的言语了 是 朕要是不信她的话 也不会对皇后这一态 觊予那么深的厚望 毕竟 当年淑妃的事情 秦天剑 就一早说终了 再往前 孝贤皇后崩世之时 秦天剑也是字字眼中 有奴婢说 天相之言 听过就罢 历来君王 有谁不忠实天相的 皇上 您还没去看过皇后 您不会信了 擎天剑所说 皇后娘娘 刻了小阿哥的说法吧 朕也不相信 可是皇后 可是皇后 罢了 不说这些了 皇后人怎么样 好些了吗 身子痒过来容易 但精神总不大好 你叫她好好养着 朕一得空 就去瞧她 是 超过来的 既然是 虽然是 老朵 偶尽 怨